欢迎大家来看这个亚洲新闻 今天就是一位吊奸的问题 我们知名的陶式新闻主持Samuel公讲 所以今天没有点有颜色的东西看 其实也可以有的,稍后就会讲到 那也先匿匿一下这个新闻 首先,今天早上应该是特朗普和拜登 这个美国总统的选举做一个电视辩论 电视辩论也有些材料检讨 当然,这个电视辩论我个人不认真自己看完 所以用媒体引述的东西就多数不准 这是二手史料,有一手可以看一手 所以暂时就不会讲这个 即是一些俄乌、耳巴等 暂时应该就不会讲了 因为最简单就是耳巴 其实现在就不需要怎样说法 包括这个耳巴,无论是一个所谓的伊朗大选也好 还是最近这个以色列和真主党的斗争也好 即是穿这些讲句 其实这些我们之前已经讲过也有预示过 如果大家有看回以往小弟的节目 包括这个5月24日的节目 和这个6月22日的节目 其实基本上都讲完了 所以无独有偶地 我5月24日的时候就说过 伊朗只是一个中央建制派 和海外扩张派的理念之真 真元也不会你死我活 这个才是重点 而基本上可以肯定就是海外派应该是比中央建制派 正如我们看回这个革命围队 也就是伊朗的海外扩张势力 其实它已经占了伊朗最少六成至八成的军派 即是海外会有更多的 所以会有更多的动作 而今次的伊朗大选 即使你说选了一个建制派出来 也不会影响它之后的发展 你说选了一个海外派出来 就会更加加强 所以伊朗大选 至于说所谓的加强对中俄合作 还是亲美国 都是那一句 完了 已经不是这个讨论 就像中国里面的思想界那样 亲北京还是亲华盛顿都完了 这个讨论已经没有人想再讨论 大家只是想是入关学 还是无左派 同样对于伊朗来说 只会是跟中俄合作 它不会再考虑跟西方亲 因为都没有意思 只不过是想想 亲的时候是中央建制派 还是海外派 所以也会继续加强中东的搞事局势 6月22日的时候也说过 就是说 萊塔尼亚湖自己本身面对了很多问题 所以战时不信也引发到 战时内阁要解散 美国也施了很多压 虽然目前没有停战 也就是说 美国那条标 在当地时间6月10日 即今月6月10日 过了一个联合国安理会的标 或停留那条标 以色列实际不遵守 但是内塔尼亚湖需要用一些军工的行动 要包装自己 这些都很老实说是讲究的 所以可以稍微囂张一点 都请大家可以有兴趣的 可以回去看看 拆一拆楼梁 因为其实最主要就是这些国际形势 很多时候 都是那句 一半一半的 算命的 说了一是 就yes 一是就no 不中的 机会率都很大 比如说小弟即使说 现在自吹自力 贴中了 但是当时我也贴中了 伊朗和以色列的斗争会逐步升级 结果伊朗就算了不升级 当然你看到不升级背后的原因 你也可以说是理解的 但是当时算不出就算不出 国际政治就是这样 兵无常势,水无常营 我相信我所说的 他们都会有人想到 而一个领导人如果看到这样的结论的时候 他会不会就这个结论 做了调整或改变呢 都是有可能的 所以今天说完他会打 明天他可能就不打 因为今天我们得出一个他会打结论 因为1234 他听完1234之后 他说如果我有一个方法 调整,我不打 这个着数好像更大 所以就调整了 所以第二天就不打 这些就是算命式的方向 所以只能够作参考 只能够作参考 当然了 就是以色列和伊朗 这次虽然说是贴中 这个也是自吹自擂的说法 因为今次贴中 不是下次也贴中 今次贴中可能 都是因为条件所限 但是大体上面的方向 大家可以听回 就是5月24日和6月22日的情况 也回答一下观众的一个问题 有观众就说 俄乌乌冲突双方在冲突初期 已经大致达成停火协议 只是差千处落实 但美国重重作 导致流产 而以下双方提出的停火前提 根本不可能为对方接受 只是各说各说 除非事但一方有重大让步 否则只是空话 那两场战争目前不能停火的主因 不一样 不可以混为一谈 这个我是持保留意见 因为很老实地说 在俄乌双方的一系列和谈 你也是有一个 不可能为对方接受的前提 对不对 就是我们看俄罗斯最开始的offer 俄罗斯其实最大的问题在哪里呢 就是它在战争9月 2020年9月 就是我们这个东北乌军大截 或者叫做这个 我们可以说是 熊利曼惨败的情况 在1900熊利曼惨败之前 其实俄军不是很清楚自己的战略目标是什么 很多时候呢 我不单只是说俄国 就是西方人用兵 他们真是 很老实就是 未必有一个 可以很适时地去调整自己 心理预期目的落到的方案 很多时候都是打算一次过冲 以包括俄罗斯来计 他们打算那时一举进攻 打沉几乎 获取整个乌克兰的政权 然后就成立一个新的政府 亲俄伙女政府 所以它开的offer 其实基本上你都不能接受的 什么去军事化 去军事化 这个是可以讨论的 但是你说外交上的事情 即是不亲不弱 不可以交不弱 要亲俄罗斯 这个对于一个主权国家来说 都难以接受 就是我们撇除对于俄罗斯的亲近 和对北约的仇视来说 就是我一个国家的外交自主权 憑什么道理来决定 即是放回中国来说 就是五十年代亲苏 六七十年代亲美 这个是中国的外交独立自主权 所以这个对于乌克兰来说 不能接受 所以俄罗斯一开始 它是冲着灭过去的 它开的奥特曼 即是没有开 即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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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的通牒 根本就没有开过 它只是开了通知 即是打完的时候 即是出兵了 然后开了通知给你听 你要接受你的offer 否则的话我会继续打下去 结果失败了 但是失败了的时候 它没有提出新的offer 因为它自己都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 这个是打到去四月 到五至七月的时候 因为打这个利西抢斯 所以 即是 你在这个时候 开什么offer都没有什么用 那时候俄罗斯刚刚打了几场 比较漂亮的大截 包括就是拿到这个 不断捏持一利西抢斯 黑相似乘 然后就拿到E久没有 那他的offer也是没有变得 那去到八至九月的时候 就 攻守势役了 即是乌军大反攻 反攻了之后 就知道现在到乌军开的offer就是什么呢 你要退出所有的领土 包括克里米亚 那这个对于俄罗斯来说 是不能接受的 你退出克里米亚 那我还用力了 那我不用打了 那他们自己谈的时候 都是想着 可能其中一个方案 那时候最弱的时候 十月十一月的时候 说可以不要乌冬四周 但是要克里米亚 就是大家都有讨论作前撤 而这个前撤俄罗斯 可能他自己觉得 可以有很大的诚意 但是这件事在乌克兰都不能接受 那所以 由2022年的2月 去到2022年的9月 10月、11月 大家都是没有什么和谈的 因为大家开的offer都不能接受 去到12月 那就是大家就比较熟悉的 打巴克木特 打到2、3年的5月 过了胜利节之后 那打完之后 就是我们所谓的处于一个 战略的长期的固守期 因为下雨了 雨季了 那大家又在那里 趴垃圾画 那时候 扎连斯基又拿了一些责任 然后12月 然后去到2023年的最后 那就是乌军准备打个大反攻 那结果打到去 今年的2、3、4月 都遥遥无期 现在去到6月 那就到和军大反攻 那你会发现整个的战略态势 都是不是你打我 就是我打你 不是我打你就是你打我 大家其实都没有作出一个 很有效的 騰火协议的先血条件 所以为何这个和耳虾一样 都是一样 就是两边其实都没有想着谈 只不过他不想让人知道 他们不想谈 是的 这个很重要 那所以呢 这个是一个耳疤的情况 那我刚才说到俄乌 那俄乌今天也不会怎么说 因为要说的东西都说了 就是 就是 除非现在有什么新的进展 因为其实俄乌也是打得很黏黏 就是我们经常会说 乌克兰现在处于劣势 俄罗斯处于优势 但是优势和劣势 未去到一个很极端的例子 未去到很吹呼拉鲁的位置 大家其实这一争夺的一些战略重点 只是一些我们叫做实际意义上的战略重点 不是一些传统意义 或政治意义上的战略要点 我打个比方就是 就是 你如果 譬如说 清末期间 中国打这个内战的时候 有哪些地方是战略重点呢? 你只能够在北京、南京、上海、武汉 这几个地方 先叫战略重点 因为就是 武汉那边 就是湖南、湖北连住 那你可能算是长沙了 两边是连住 那它是陆路可以通到南北的地方 所以它是战略重点 上海是拿钱和关于的地方去战略重点 南京和北京是政治的重心 其实基本上去到清末期间 你如果要在中国建立一个 统一性的政权 你只能够选择的首都建立位置 一系就是北京、一系就是南京 不会有其他第三个选行 即是如果 即是我们都读过了 即是光水帝和慈禧太后 走路走去西安 但最后都要回去 即是如果西安那时可以做到一个管治 即是政治和军事的重心 那它就不用回去 没有这个条件 人家都不会接受 那同样地 你放在乌克兰里 都是基库、尼玉夫、哈尔科夫 即是奥德萨 这些地方才叫传统的战略重点 所以你现在在抢的那些都是交通站 即是 即是 即是交通站 它可能在实际应用上很重要 但是它在传统政治的理论上来说 它未必是会很影响到战争的进程 即是有些地方你打了我 不代表是什么 我假设就是现在港独分子 搶了这个九龙湾的地铁车厂 那是重要的 是不是 地铁啊 但是没有人会认为 瘫痪九龙湾或者占据九龙湾 就是代表整个香港塌 对于香港塌与不塌的地方来说 它只会看几样东西 一是葵涌货柜头 因为这个是香港银食的地方 一是就是湾仔或者金钟 因为这个是香港传统政治的集中地 一是就是王国油麻地 因为这个是香港繁荣稳定的象征 一是你再不是你施生都可以 但是没有人会认为九龙湾是一回事 那就是这个是一个例子 所以放回在俄乌战场上来说 目前你现在推到多少推不到多少呢 其实对大局都不是有太大的影响 真正要用俄军重新反攻 就是它可以保留巴克木特 即是阿特牧斯克的前提之下 再拿到红利敏依旧母拿回了 很稳定 然后对这个斯拉夫杨斯克进行总攻 先叫有一些看头 那当然它前设可以就是 之前说到的五万大军包围哈尔科夫 会不会打倒了呢 这也可以是一个 remarkable的一场战役 即是代表着战争的进程去到哪个阶段 但是呢 现在这个俄会的推进就是打得很黏 即是有它的乌军反抗的烈度也好 强度也好 也不是很多人可以顾备到的 即是如果哈马斯 你穿T恤短褲AK的人 你都顶到那么久 大家都仍然见到它有影响力 即是作战反抗能力的话 相对来说条件更好 而且有大后方的乌克兰 以及特度不弱支持更多的乌克兰 它的抵抗力应该不会低于哈马斯 所以两边到目前为止都没有什么出乎意料之外的东西 所以今天就不说他们了 虽然都说了15分钟 那么我们再看一些东西 刚才说到一些颜色的东西 就未必说 但其实最后都要说 不过不是说黄色 而是说红色 那么中央军委委员 这是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李尚福 接受开除党籍处分 同时前国防部长阿艾艾艾艾艾艾艾盾 亦都租取党籍 两个人都加入了这个军事检测机构 我们看回 因为当时是两份报告 一份是关于理想福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 另外一份是关于魏凤和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 所以如果两个人没有关联性 都不会在同时一出出两个 而事实上也很严重 因为这两个都是伟高权重的人物 即是李尚福 前国防部长、前陆军上长军下 一封话 前国防部长、前火箭军上长军下 我们看回这个声明内容 首先是李尚福 李尚福身为党和军队高级领导降部 背弃初心使命、喪失党性原则 行为辜负党中央、中央军委信任众托 这是基本订论 基本上大家都差不多了 其实你看回薄熙来、孙政才 也是差不多的 薄熙来当然大家都知道 那时候争取五代目的时候 就是老板的最大对手 最后输了 直到借给他一锅 孙政才本身就是 我们以往在四代目中 还在这里的时候 即是第四代阿带 还在这里的时候 会称他为隔代太子 然后阿带上去之后 大家都以为他是储君 所以孙政才当时被人堆垃了 大家都很惊讶的 那就是传媒界也好 或者是一些评论界 Twitter 其实大家都有很多议论纷纷 郭文贵也出了去抽税等等 那也都印象深刻 其中一条 一条是他因为 沉迷打王仔荣耀 打两个几宗不得闲开会 这个真是笑得很糟糕 就是是比较好笑 但是这个 那个基本订论 都是跟李尚福的情况一样 所以这个是重要与不重要 那我们看下一句 严重污染军队装备领域 政治生态和产业领域风气 吸党的事业 国防和军队建设 以及高级幹部形象 造成极大损害 性质极为严重 影响极为恶劣 危害特别大 留意是危害特别大 五个字 看前面 就是污染这个 装备领域的政治生态 和产业领域风气 那装备领域可以有什么政治生态呢 最主要就是 对于装备的性能参数 因为这是一个政治的问题 它不单只是一些军事 或者经济的问题 如果多洗了的话 一定都是经济问题 那也是一些风气的问题 所以后面讲到就是 产业领域风气的问题 最重要的就是 它涉及到的东西可以影响到政治 即是代表着它 经手而出问题的武器 是战略性的 是一些超长距离的 即是一些打击的东西 简单来讲就是 側力导弹 即是我们一些 如果跟美国开拖的时候 如何将核武器 投放到别人的领土身上呢? 那这个就是 一个核国家 拥有的最大的帝气 那其实我们现在 就是有几个国家 世界上 物应它基本上 都有核武 但是它没有投放能力 所以其实大家都不太在意 真正叫做有核力量 就是有些 投放能力 但是如果现在 出现了这个问题的话 那你就知道 就是中国的 打击力量 或者是一些 高端的国防力量 似乎就因为 理上福的问题 导致有些 情况 情况也很严重 我举个例子就是 譬如说 中美之间隔着 大概八千到一万一公里 那你本身那支导弹 可以打一万的 那刚刚好 但是原来实际上 打了七千五的 那我们就打不了 那就麻烦了 所以这些就是 理上福的问题 所以首先 首先说到危害特别大 这是理上福的问题 不过 就跟下面那个比 就是魏凤和比 似乎 都有一段距离 看回 魏凤和说 严重违反政治纪律 不理行全面 从严治党的政治责任 这些来说就是 他在他的治下 没有从严治党 也就是说 在他的治下 军队里面的贪腐问题 似乎很严重 这件事理上福是没有的 虽然实际上 我相信大家都会 有各种问题 但是似乎是 似乎是冯荣的问题 问题大一点 继续看完 有很多不愿意 这就是 diesenたい 里面就是 魏凤和身为 党和军队高级领导 岗和军队高级领导 信仰贪担 忠诚失折 其行为辜负党中央 中央军委信任重托,严重污染部队政治生态 及党的事业、国防和军队建设,以高级领导港部认致极大损害 即是涉及其严重,影响极为割裂,危害特别巨大 六个字,跟刚才说到危害特别大有多个巨字 我们来看看内部,首先这一句,出到来后 舆论圈上也有一个新的热话,信仰贪达忠诚失截 这一句应该在此前的一些自18达以来的反贪情况下 都未试过有的评价 一个军队的将领信仰贪达忠诚失截,很有可能涉及到通敌叛国的问题 这才是一个比较大的问题,因为是忠诚失截 如果你本身不是通敌的问题,就会像李尚福、孙正蔡、布希侯所说 就是背起初心、事命、丧生、党性、原则 但现在他说的是信仰贪达忠诚失截 信仰贪达,那最大到就是 你本身就是完全没有了共产主义信仰 这一家事与背起初心、事命、丧生、党性、原则不同 党性原则当然有很多原则要遵守 但有些人就觉得自己可以弹性地遵守 有些只眼开只眼闭,有些就要站眼 这叫做喪失党性原则 因为你这个人是见碗下跌,你没有原则 但是守一点不守一点,但是信仰坍坍 即是直接说你没有 或者你有过,你已经倒下了 已经不是原则的问题,即是没有的问题 今天忠诚失截,这个也是 即是第一次见到这个话 所以他也说到,就是说 严重污染部队政治生态 我们相信严重污染部队政治生态 最大的可能性都是 军队内边的买官拔着 即是污染瘴气 不是因为一些政治忠诚,或者一些能力问题而任命升降 当然,也都能够想到 为他的国防建设,军队建设,就组成一个极大的损害 所以一些装备上的问题都有他的份 事实上他就是火箭军的前司令 即是前火箭军的上将 所以涉及到一些火箭军内部 即我们说的远程打击能力,他是有份的 所以魏凤和相对来说,那个罪行就特别大事 即是无道有偶地,很多东西都可以串出来 很久很久很久之前 大概是年多两年前 美军那边就已经公开了一份 叫做中国战略导弹部队的一些颗粮书 那里全版是310多页 那份东西都很详细 那份东西其实很老实地说 就是小姐手上都有一份 因为是网络资料来的 所以也有看里面的东西 里面有些东西是新,有些东西是旧 但那时候,很多人都会觉得是一些普通维基料 或者是一些概论的东西 现在看起来似乎就不是了 现在看起来似乎就是一些美军的一些 叫做信息上面的公开威限 而事实上就是去到俄乌期间 也都有一些人就是说 似乎大帝就和这个老板要聊了一些聊天 那就聊完之后,老板回来就把你尝尝一会 即是... 那他就会突然间失敗了 所以也有些说法就是说 大帝那时候见阿打的时候 就跟他说了就是 喂,你尝尝一下 似乎有些问题,师傅 或者是,喂,最近有人买了这个东西给我 你看一下是不是你那边爆出来的 那时候普京来中国做国事访问 所以呢,可能涉及到一些类似的问题 聊天 这些是一些小道消息 即是花生社的消息 根本就是无重验证 但是那时候听就觉得好笑 现在看起来似乎 就是有这些问题出现了 那... 那... 这件事对于军队建设 或者叫做... 军队...即是整个解放军的情况 会有多大的影响呢? 很老实说 无法估算 因为假设...假设 假设如果他的忠诚失质是真的 或者涉及的是通敌叛国 那基本上... 基本上就是... 就是...就是大事了 因为... 忠诚这件事呢 就跟很多人... 就是...就是...就是... 事败理解之后呢 那个反应呢... 未必是... 相符的 就是... 很老实啦 就比如说小弟... 有些朋友开公司 公司出现二五仔 他问我怎样处理 那可以怎样处理呢? 就是因为... 首先... 你不需要追究二五仔的心路历程 或者为什么他要叛变 因为这件事你追究的时候呢 你都是... 只会令到自己痛苦的 那就是... 他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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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都... 不需要... 他... 估算... 或者迫他说你造成的影响 因为... 他选择得背叛的话 他只会... 将那个影响做到最大 也就是说 基本上你... 按它是什么值值 然后估它是... 做成什么最大影响 他估计就OK的了 譬如说一个店员 你说他二五的话 他可以经手的是什么? 下户资料 那他肯定会将下户资料 收拾到人之后 对其他人 你不用估的 你根本不用審審,也不用審審他说你给了多少个人 最大的几个客户一定有份 大的客户都可以给,那小的客户可以不给吗? 一个都可以给,几个你没给 只是一次过给,还是分阶段给 他做到几大的破坏,他就会做几大的破坏 这件事你不用猜 你只是往最严重的方向去推断,就可以了 所以这个考验反而是你对于平时一个叫做工作分工的问题 他可以接触几多东西的问题 亦都因为是这样,越是close的人去背叛,危害才会越大 同样就是你作为一个上司,或者你作为一个老板 你连最亲密的人,你都hold不住 或者你hold不住一个人,然后你给一些机密的工作去做呢? 这件事也是显示到你本身的管治的,无论是能力也好 还是手段也好,都可能是有些情况出了来的 而今次,即是去到国防部长那么大,火箭军上涨的话呢? 那都非常之大,我们可以估计的就是很多装备的参数 或者是中国的叫做远程的作战基地 甚至是一些普通的叫做装备,或者兵力情况,人员升天制度 那这些基本上都很有可能,已经被魏凤和拿出去了 那当然,都可以有一些渣难的 第一就是,中国的核潜艇的情况,就是因为它的核潜艇是流动的 所以相对来来说,它的即时性情报 它不是一些建设性情报 所以中国仍然有这个核潜艇的力量,这个是可以确定的 第二就是,即使有些事情它们知道了 即是数据参数知道了 但是知道了,都不影响本身这件事可以怎样用 譬如说,我知道了原来旁边屋,它藏了1万个坦克的 那这个信息我知道了,那它怎样呢? 那就是无论我知与不知道,它只有一万个坦克的 那我知道我可以先做好防备 但是这一万个坦克都可以发挥它的功用 那同样地,有些东西都可以继续去处理 那这个问题也有应对方法 你很难说也不是问题 因为真的很大问题 所以最近中国也看到 就是开始不断生产新的核潜艇出来 那但是,如果你说形容是一些叫做社屋 整个国防事业都转向透明的话 那都可以说是一个极大的打击 那这个我想都是,未来一两年 最少短期一两年呢 中国可能要在国防上 就是要面对相应的颇大的挑战 因为很老实地说 就是毅盟和那时进去的时候 大家都猜到它肯定是新有的 但是出到来的时候 用那个的评语这么严重的话 那似乎就不单止是买卖官这么简单 所以有些东西就叫做什么呢 大意微言 一字千金 人类就是影响特别大 你的粉肠就影响特别巨大 就是都写不到更多的东西下去 那这个也是可以说是很大的挑战 那当然,对于一个这么大的国家来说 这些挑战就是基本上 不可以说是见惯 但是都是少经历过的 那就是,都可以过到这一关的 但是就是,哇,真的很难说 实际上,我们看回到2023年7月开始 陆续都有军工和军队的高级幹部被免职 包括就是两任的火箭军司令 李玉超和周瓦玲 另外就是一些军工企业的负责人 以及解放军的人大代表 一些都是少将级以上的人 都是被撤销资格 那如果魏凤凰和有两任的火箭军司令 都出现这么大的大获的情况之下呢 那很有可能,就是之后 北京就要积极考虑 将整队的火箭军,即以往的二炮部队 重新整队入面 因为我老实说就是二炮 以前作为一个高级保密的单位 有很多的经费都是 洗的时候都遵循保密原则 或者是一些方便原则去洗 那其实中间可以获得的一些空隙是很大的 而事实上也都包括 因为他们本身掌握的东西都是一些 机密级以上的东西 包括刚才说到的 比如说移动的核打击力量 它是出车时间、入车时间 它的行程距离 那其实已经推断到你在哪里了 甚至就是一些 比如说 一些基地 它本身处于位置的地标 其他地方绘图的一些 地质、地形上面的一些讯息 那这些都是一些 非常之大获的事情 那就是可能 对于非常规的作战力量上来说 那会面临一次很大的挑战 那当然 此前 人民日报也出过 新华社也出过 就是说 那时候 在习主席的领导之下 那就是 党队这个军队内部的 叫做反贪工作 得到了压倒性的胜利 那 所以 为什么都可以 用一个这么强的字眼去说 就是因为 影响固然就是这么大 但最后 都叫做 即时制选 因为影响固然是太大了 那这次 都很难说 因为都很震惊的一件事 震惊度 你根本都组织不了语言去说 只能够按他里面的评语 去推论他可能造成的问题 那 所以呢 这个就是 为什么 就是 老板上台的时候就说 要重严自党 要重严 重严重严 那有些人就说 喂 是不是政党啊 那不排除 但是 最重要的是 因为 有些事情就真的是大了 因为你这个是涉及国防安全的东西 是国家机密的东西 那也就是 相信除了政法委之外 可能国安部门也有份 参与这么迟的一些调查 那 就是 就是 无论如何都好 两任前国防部长 就是 雙开移送 军事检察机关 我相信 我相信 都很少见的 那 也就是代表着这件事有多大 那 没有在家里出现了这么大的问题 那你就只能够是 努力过日子 还有可能 之后一两年 压根库头过日子 那所以呢 就是 相对地来说 一些叫做 很 乐观的 叫做 大动光哥的 行动呢 就未必可能在这两年左右 会很 直接去做 就是 譬如说说白一点 很多人就说 会不会这两年 就会对台动武呢 试出之前 50 50 试出之后 相信短期内 最少 最少这一两年来都不会 三年都可能不会 要么 就真的影响到 真是很大 就是 去到最后 就是你不知道 怎样人用这件事有多大 就是 所以你只能够用回 就是中央官媒的那个说话 就是 危害特别巨大 那就 就唯有是这样 今年就 见过75周年 也相信应该都会 大埔冷过的 只不过就是 家里出现了这么多问题 就是 就是 就是出现了问题 都 都没什么好说 所以今天呢 就暂时到这里先了 多谢大家